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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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這個是一般講的這個 顏面骨骨折 那骨折之後啊我們就會用骨釘 就把它這些碎的骨頭固定 所以骨釘啊 其實是要搭配骨板 那它主要是打在這個骨折的表面 這樣我們把骨折把它再調整好之後 在對的位置之後 就會在表面先鋪上骨板 然後用骨釘把它固定起來 所以它其實是在我們的骨頭的表面 骨釘它其實打的方式 是用這個像螺絲起子的方式 它是用轉的 一般有分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骨板鋪好之後 我們先用這個像電鑽的東西把它轉一個洞 然後再鎖螺絲 那另外一種有一種特別的骨釘 它是做成尖的 它就是不用電轉 它可以直接就是用一點點的力道 直接把它鎖進去 那它各有它適合的情況 有一些地方像我們在這個眼睛的周圍 我們怕去鑽洞的時候對眼睛比較危險 所以也有設計出像這種尖頭的骨釘 它就不需要去轉抖 用一點力量就把它鎖起來 麻藥在退掉之後 其實我們的經驗 病人並沒有想像的痛 而且骨頭它在這個疼痛的感覺上面 並沒有那麼強烈 病人反而它會反映的是一個比較腫脹 腫脹的感覺 都是軟組織的感覺 並不是骨頭的痛 那異物感的話其實不太會用 因為現在的骨釘都設計得非常非常的薄 那真的它在打到骨頭上之後 你從骨頭的表面 看到都只有這樣子 非常淺的一個螺紋 和很扁的這個骨板 那再加上我們的肉再蓋回去之後再貼合 其實都摸不太到骨釘 也摸不到骨板 現在骨釘的材質主要都是用鈦合金的 所以很多病人他會問說 骨釘打完之後啊 過這些感應器海關啊 會不會叫 那事實上都不會 因為鈦合金的骨釘它在你經過這些 我們常講書局的這個感應器 或是海關 它都不會去接受到感應 不會有嗶嗶的聲音 大小的尺寸 主要是由骨釘的這個 釘子的直徑來決定 一般從我們以前常用的從 1.3mm 1.3mm 到1.5mm 2.0mm 2.4mm 都是這個顏面骨常用的 一些骨釘的大小 那通常越粗大的骨頭 它可能就要用到2.4mm 那比較大的骨釘 那如果是比較細小 像眼眶周圍的 就有可能用到1.3mm 或1.5mm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個釘子的 它的直徑的size 那事實上同樣的size的骨釘 它也要配合它同樣size的骨板 這個洞要一致 可是這個骨板的厚度 也有從薄到厚都有 這個價格通常就是 越小的 越薄的 反而越貴 那比較大的 反而沒有這麼貴 其實在一般顏面骨的骨折 已經很少用不鏽鋼的材質了 其實在一般顏面骨的骨折 顏面骨的骨折大概主要還是用鈦合金的 那當然現在有一些比較新的材質 就是我們講的可吸收的骨釘骨板 那這可吸收骨釘骨板 它看起來有點像透明的塑膠 那一般在兩年會吸收掉 那通常會用這種的情況就是 病人他比較在意說他身體裡面 不想要殘留任何的外來物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考慮可吸收的骨釘和骨板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在碰到這個熱水的時候 它的骨板其實是軟的 所以對於一些比較特別的這個曲面 它可以在碰熱水之後 你把它蓋在曲面上 然後再去鎖骨釘 所以它的貼合度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用我們傳統這種 鈦合金的骨釘骨板 我們就必須要用兩個 像老虎鉗這個扳手的方式 把那個骨板搬到適合的角度 所以在花費的時間上會比較多一點 在貼合度上也會稍微差一點 可是各有各的好處 因為如果今天這個骨頭 它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有時候這種傳統的骨釘骨板 它抓的比較老 那可吸收的骨釘骨板 它有可能因為它的材質並沒有這麼堅固 它比較稍微軟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在使用上 我們會跟病人在討論 事實上這些材質是可以同用的 那只是說它的特性有一些不一樣 比如說像今天如果這個病人 它斷的面是非常的平整 我可以很輕易的讓傳統的骨板 把它彎曲到這個角度 那當然我就可以可能就會選用傳統的 但如果它今天它斷裂的地方 是非常的曲面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選擇用可吸收的骨釘骨板 把它泡熱水之後 讓它貼合之後再來鎖這個骨釘 那當然很多比較像小朋友的骨折 家長不希望說這個骨釘骨板在裡面 限制就是它的骨頭的發育 或者是未來它往後有一些 比如說感染骨釘穿出的問題 所以也有的家長就會在小孩的骨折 選用這種可吸收的骨釘骨板 一般在兩年它就會完全吸收點